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得要做好准备吧 就是蔡政府最常跟我们讲的话 但现在的军纪 是不是出了点问题跟状况呢 最近的一个独家消息说 竟然有一名新兵没有关灯 结果被纠正 然后这个班长还抓狂 拿狼头怎么样 狂K这个大队长 来跟各位解释一下 这个海军新兵有一个训练中心 原本有一个中式教育班长 疑似不满张信忠孝大队长 只是说电灯要关好 这个在西中平常不过的事情吧 竟然当场抓狂 在安官桌旁边 突然拿起狼头 就对大队长的头部重击 造成重伤 最后还遭到宪兵队送办 而且无独有偶 就在陆军584旅 四官兵的一个寝室里面 有人在干什么 不是积极的备战 是在开派对 竟然在开饮酒派 而且消息 照片 各位看到 整个拿着这个酒瓶的画面 完全流出了 所以军方说要查 而且要严厉的去惩处这些人 而且不只是这样子 现在军纪的败坏 就连现役 不是退役 现役的少校 何某要去诈骗一个 巴巡老翁的房产 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从宏兵阶事件之后 军事审判没了 一切都是按照法律 按照现行正常的法庭 所以也难怪军纪会变差 但是蔡政府说 没有要打仗 没有要打仗 却还是加紧训练 到底哪一个是真的 哪一个是假的 现在传出说 国军有一个超硬的体训 要跑10公里 而且外加3公里的 全副武装跑步 把文军揭露说 揭露到投诉陆军 已经通令全军 志愿军士官兵的 体能训练标准 会空前的严格比照 特战部队 不计时 也不想求这是陆军的回应 但10公里 加上3公里的重装 这非常累人 但当年民进党怎么说的 当年民进党怎么样去骂 马政府说 你们虐待国军弟兄 他说海军陆战队 受训的时候流鼻血 对不对 大家这个 照顾要走天堂路也好 或者是一些激烈的碰撞 受伤难免 但陈霆竟然骂说 会让妈妈担心说 海路太残忍了 怎么会憋气憋到流鼻血 还双手反绑游泳 看到这些照片会吓坏 不敢让孩子来当职业军人 完全忽略了 海军陆战队真正的专业 就是要在水下 讲述这些无稽之谈 当年被大家给泡红爆了 不只是如此 包括这个台联的叶经理也说什么 说国军体能标准过严 他说要告马英九 你虐杀 你虐杀国军冠病 这是在2013年的一个新闻 说马英九抱怨体能不佳 把3000公尺的体能标准 从16分钟改到14分钟 各位对比一下 刚刚这个讲到是多少 10公里加3公里的装备 马英九是什么 3000公尺也就是3公里 结果3公里说会让孩子中暑 热衰竭 家务病房昏迷激天 不调整的话 就要控告马英九虐杀士兵 当年这些人 到底是怎么样批评马英九的 立刻带你来听一下 第一章是烈日下操练憋气质流鼻血 这严不严重 好严重 英杰当天po出来的 适不适宜 你是要跟他表示说 我给你的孩子 炒得很辛苦 还是说我照顾你们的小孩子 照顾得很好 到底 我们可以看到刚刚陈廷飞当年是如何的去批判马政府从海军战队到所谓的3000公里这些事情 讲成这样子 但现在大家担忧的是什么 到底有没有要打仗 根据最新的民调 林传媒公布说 52.24%的民众相信三年之内不会开战 所以这时候问题就来了 民众到底是不怕打仗 还是觉得根本不会打仗 在这个避免两岸发生战争的风险 55.11% 赞成跟中国全面对话 其中44.89%的人支持提升自己的军备跟国防能量 所以会不会就是这个状况之下 民众觉得反正战争根本不会发生 所以因此放低了戒心 也没有把这件事情当一回事 但台海之间就会和平了吗 事实好像不是如此 我们看到台海备战 现在发生的种种状况 包括现在全台湾 根据国防部的公布 有一个叫远火部队的 是目前共军最先进 而且射程可以高达500公里 等于是什么 全台湾都覆盖在他的炮火之下 PHL191远程火箭 射程范围之大威胁极广 就连美国的官员跟众议议员 也出来表达说 现在共青平平老台 恐怕对台美之间 都会是场灾难 而这个印太官员拉特纳就说了 清楚看到中共 正在对台发动军事 外交和经济的压力 而众议院国防委员会的 主持Rogers也说 如果无法阻止中国入侵 对台湾和美国 都会是一场灾难 与此同时 不只是嘴上讲 行动上也有些迹象 可以看到的是 美国最著名的幽灵舰队 竟然现身在哪里 现身在横须鹤 而且随手游骑兵 首次出现在前线的部署 这个幽灵舰队霸王计划的 两艘船的9月18号 同时出现在横须鹤港 是先进的这个无人船舰 首次出现在美军 也就是我们讲 第一岛链这样一个地方 部署区域 之前最远最远 顶多出现在夏威夷 所以显然 有没有危机 有没有状况 从美军的部署 就可以看得出来 但现在美国难道什么事情 都得要怪到大陆头上吗 现在发生一件 最新的事情就是说 美国F-35意外发生事故 现在一些工作人员 开始陆续回收 剩余的残骸跟一些机体 他们说我们现在怀疑说 是不是是中国造成的 他们的意思是说 会不会只有中国 通过骇客入侵 然后让这个F-35不幸坠机 反正千错万错 都是中国的错 回过头来 台湾的军纪 是不是真的出现了 大状况了 驾驶你怎么看 这个是蛮严重的问题 海军训练中心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些新兵要到 副武就要到训练中心 先进行军队的这种洗礼 所以它本身应该是一个 急讲究纪律 也有所谓的军中伦理的地方 就会一件电灯未开 关闭这件事情 这个一个教育班长 就把这个大队长打得重伤 用榔头打 这里面就是军纪的严重问题 不只是要检讨这个部队 我觉得整个要当做一个很重 一个重大事件来看 因为你知道军队是讲绝对服从的 你不要说这个 去攻击长官 你这个连口头上 你都不能够对长官 有所这些侵犯的 要服从 要绝对服从 因为战场上事实上的话 一定要讲究绝对服从 因为你都是冒着生命危险 长官说你去往那边突进 你说太危险了我不去 可以这样子吗 如果这样的话 那别人谁要去呢 那军队就不能打仗了 因为它通常是这样 生命边缘的事情 所以他在训练的时候 就要强调一种绝对服从 一种绝对的军纪如山的 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整个整个 整个团体的氛围 现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看这个 尤其在洪仲秋事件以后 可能我们现在的军纪 他没有足够的军法的这个 作为他这个军纪 所以确保军纪是有效能够执行到一个军法的基础的话 我想基本上 你碰到比较顽劣的 或者不愿意服从的 或者以不服从 忤逆 已经变成习惯的这样的人 你打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变成这种 久了以后你整个军队的气氛 就劣币驱逐良币 你这个长官就能够很难够 做一些坚持性的要求 去要求军纪 去要求贯彻 去要求绝对的服从 这种气氛不存在 这种所谓的组织特性不存在的 这军队是没有办法打仗 那另外一方面就变成就是说 这个官兵在警示 饮酒开发 这个开发 这个我觉得这个在过去的话 主观应该要把关了 这个就不是 只是说少数人 而是这个整个部队已经缺乏那个严肃 那样一种非常非常 这种的气氛已经不存在 居然可以做这样子的事情 所以整个说起来 我觉得现在的整个军队 从这两件事情看起来 真的我觉得是勘虑 非常勘虑 那因为我们也听了很多 现在比如说像 陈廷飞这种不明事理的人 他不懂的军队的特质 那么就为了一个 可能为他一个选民的请托 劉璧显 就讲出一种 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质询 这种情况多了以后 那你变成部队不敢要求 你知道部队是一群人 你必须要给他一个坚强的纪律 然后要让他非常忙碌的一群人 如果说没有纪律又不忙碌的话 还可以饮酒做怕 那是非常松懈的 那非常容易出死 所以就变成现在这个情况 我看起来 真的 我不是专家 专家我们小舰长 他在部队待得久 这个应该是看得更清楚 那我以为我只是一个 服过两年预官役的 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的义务役的 这个人来讲 我都觉得不可思议 那李建长 对 讲到这个 你绝对是专业的 从军纪问题到现在 感觉好像真的是要加紧战备了 但过去民进党的讲法也不是这样 过去我们刚才看到那些画面 批评到不行 3000公尺也不行 现在变成是要13公里 真的会有效吗 台海真的要发生战争了吗 我曾经担任过 钟志浩的建务长 我参加汉光演习的时候 有一次陆军的一个营长 他我们演习结束之后 回收陆军的部队 到我们船上之后 然后我们再把部队送回基隆 然后那个时候 这个营长问了我们一件事 他说你们的陆战队 海军陆战队为什么这么飘悍 他说他们冲上滩头 也就喊杀陆军的兵 连枪都不要了 丢的就跑 觉得会被打 他说你们陆战队到底怎么训练 我旁边的轮机关 他是陆战队出身的 他就说我们每天跑10公里 早上跑10公里 晚上跑10公里 我说10公里陆战队还好吧 他说你知道怎么跑的吗 先跑5公里 跑5公里之后到文康少门口附近 先坐100下服役挺身 再坐100下交互蹲跳 再坐100下养卧起坐 坐完再跑5公里 我说那真的很累 我说那你们游泳怎么练 他说那个时候在国训中心 他说从头到尾跑步去 没有在坐车的 他说陆战队没有在派车的 所以陆战队训练成这个样子 可是后来就没有这么严格了 讲人性化 但是有关于军阀这个问题 我可能要提出一点看法 也就是说 现在是司法依据军阀来进行判决 事实上他还是依据军阀 但是为什么判决会比较轻 因为都是厨犯 你那个顶撞长官 你会有前科吗 不会啊 你第一次来当兵怎么会有前科 但是我在部队里 我还真的看到很多 长官透过压力来要求判刑降低 或者是量刑变得提高的 也就是长官把手伸进军阀体系里头 嚼嚼嚼嚼嚼 我还真的看过 所以基本上你问我说 现在这种审判理智好不好 其实我认为是不错的 因为站在司法官前面 大家都一律平等 但是我们现在讲说 美军他在东亚部分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也就是这几天 横须鹤里面进来这两艘无人船 这两艘无人舰艇 上面这个是水手号 下面的这个是游击兵号 这两艘其实他在构型上面 其实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但是他开启了美军下一世代的一个作战模式 也就是他要使用无人舰 也就是说他现在开始 就是除了我们以前所认知的 这个叫做分散式杀伤之外 他现在他要用这些小的舰艇 然后无人舰 然后配合在神盾舰旁边 也就是神盾舰的飞弹打完的时候 我们现在看到他这后面一个一个 20尺的货柜 这个里面就是标准六型的飞弹 也就是说他们未来是这样做 那现在这个船已经到河须鹤了 8月中旬的时候 他还在夏威夷 他为什么要跑到东亚来 其实我们要特别注意 美军当他自己 因为我们刚刚讲试射标准六型飞弹 那个在2020年就已经试射过 那他为什么现在跑来 也就是他有没有可能 未来开进黄海或者开进东海 对解放军进行测试 这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解放军千万不要上当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当他开到那里的时候 你各种的对他电子站什么 他也有电子接收的能力 那你的现在我们的作战样式 有一个很重要的 叫做电磁频谱站 电磁频谱站在平常作战之前 我就要掌握你在哪些频谱 使用哪些装备 那现在他如果开到黄海 开进东海甚至开进南海 他就是来做电磁接收的部分 这也是美国真正的目的 是 周老师您怎么看 现在感觉中美之间的关系 越来越微妙 对台海之间到底会不会发生战争 美国他现在秉持的立场是什么 是希望发生战争吗 还是说希望不要能够往悲剧 或灾难的方向去发展 当然我觉得现在美国可以说 从民主党共和党有两个不同的方向 民主党行政部门大概现在是希望大家能够冷静下来 大家去寻找一个避战的方法 可是共和党呢 但大家就认为说两岸开战的机会还是蛮大的 特别是大家注意到最近盖拉格 就是美国众议院的中国事务委员会的主席 他特别在召开他到纽约率团到纽约去 然后进行所谓的企业兵推 他说两岸之间未来开战的机会是很高的 那特别是如果明年是赖清德当选 那个机会会特别高 这是盖拉格讲的 那当然这个民主党其实也没有完全否认 这个战争的可能性 他只是认为说 现在他现在放出一个讯号 就是说战争是对北京来说可能是一个不治的做法 那美国也有能力去阻止北京去占领台湾 大概他不特别去讲战争的可能性 但他也没有否认的可能性 反而是我看到林传媒这个民调 我觉得是有意思的 他说两岸现在大家这个 台湾有52.24%的选民 相信三年内不会开战 跟美国现在传递出来的讯号 特别是共和党讲的这些事情 其实蛮不一样 特别是你看他这个趋势 就越来越多人认为未来不会开战 就未来三年内不会开战 这零传媒的 我认为这个民调就展现了 目前民进党两岸政策 以及国安政策一个很大的盲点 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就是告诉大家不会打仗 而且告诉大家我们都很愿意打仗 这是非常有趣而且非常矛盾的一个讯号 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一个大家你看 大家看到其实零传媒的这个民调 就是反映了很多绿营的朋友 经常会讲的一件事情 哎呀中共不会打了 中共不敢打了 哎呀美国会来保护我们 所以你看历年来他会说到 美国愿意协防台湾的这个数字 其实都很高的 就是在绿营的支持者 认为这件事情会发生的比例都非常高的 但是还有一个就是你看民主基金会 他做的民调 他做的民调说什么 就台湾人有六成以上的台湾人 如果要 如果因为台独中共打来 他们愿意保卫台湾 如果是因为统一中共打来 那么还有七成的人愿意保卫台湾 可是呢大家知道吗 民进党 就是民主基金会这个民调 居然没有公布在网站上 他说你要得到这个资料 要怎么得到呢 你要跟他申请 而且只能做学术研究才可以去申请 然后他还有一个严格的规范 这个是国会的资金 政府的资金去做的一个民调 你看像台湾民意基金会 很多的民调公司 都是在网路上 你可以去考察 他的一个受访者的背景资料 各项的分析 我们民主基金会居然没有 这是很有问题的 那这个我认为 在野党的国会议员 应该要严格的监督他 一定要公布他的民调内容 不可以这样子 什么一定要去申请 一定要做学术研究 违反了还要就责 我认为这是很有问题的 另外一个我特别讲 保卫台湾很重要一点是什么 国军的士气 有更多的人愿意投入国军来服务 有更多的人愿意担当保家卫国的责任 这个才是更有用的民调 比民调更确实的数据 可是从2016年以来 十位政府送训到西点军校的军官 通通都退役了 都逐期退役 有的只差五年就可以拿到终身凤 他都退役了 这表示我们的军队留不住人才 政府到现在为止没有拿出 有效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过去三年有八千多人退训 我觉得这才是我们今天 国家安全很大的一个问题 政府应该要严肃的来面对 当多数的国人都相信蔡政筑的说法 认为两岸之间不会开战 会不会是另一个重大的警讯 我们先进一下广告 马上回来 大家午安 我是陈彦宁 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 接下来这一小时 国内外大小时 杨永宁听着懂的话 说给您听 我们先来介绍这一小时的来宾 首先要介绍的是资讯媒体人谢寒斌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还有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宁 彦宁好 大家好 以及退役少将立正杰将军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一看小先带你来看到的是 有关于但这么一件事情 现在大家就在问 到底真相是什么 讲了那么久了 政府一再的说 我讲得很清楚啊 记者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开 但我们问题就是很多啊 现在大家就在问了 到底赖清德你的态度是什么 只在中常会说话吗 柯文哲话的讲得很直接 他说别忘了 你现在是执政的议员啊 你是副总统啊 你真的都不知道 来听听他的原话 人家说一夜之秋啦 这个是一旦之秋 从这个蛋就知道 当前的民进党有多糟糕 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 所以我直接直接就挑战 赖清德 那你不是执政团队的一员吗 你要不要出来讲话 当前民进党跟什么话上等号 贪污啊 鸡蛋贪污 光电贪污 疫苗贪污 口罩贪污 要打掉就贪污 搞什么肥啊 对于当前的民进党 大家问题很多 包括了这个执政上面的问题之外 还有的就是两岸之间的问题 大家感受就是什么 就是现在两岸的关系气氛不好 有点冰凶战尾这样子的一个味道 好结果呢 绿营反过来批 侯友宜你去美国的时候 是用恐吓战争 战争恐吓 说呢 你去跟人家美国学者 连美国学者都说 你是在战争恐吓 这个是民进党发言人张志豪讲的 好可是问题是 这个美国学者呢 跳出来说 不是 不是我说 侯友宜这样讲 是记者提问的时候这样说的 所以这个呢 就叫做假新闻 让国民党这一间反击 说连他都已经曾经是假新闻了 到底为什么民进党 你还要再把这件事情 拿出来做文章 两岸之间目前的氛围是什么 好来看到的是对岸的海协会长 张志豪是什么说的 他就说了 两岸现在最大的交流障碍 其实就是中央 认为说呢 民进党你必须要好好的来正视一下民意 然后呢 不承认九二共识干扰阻碍 破坏两岸的交流和平 这就是最大的一个障碍 民进党这边呢 他们则认为了 说不是啊 是因为你们对我们的态度 你们没有做到对等 还有给我们应有尊严 所以我们这才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回敬 至于国防部长邱国正则说了 前几个礼拜 你看到什么 共击一而再再而三的来 甚至破坏一天 这样子的一个最高纪录 他讲不要太超过哦 不然会一发不可收拾 好现在呢则是大陆这边有专家在说 嗯真的不要太超过的 到底两方已经有点敌对敌的状态了 因为大陆专家直指 我们现在呢说我们能够监控对岸的火箭军 是不是其实就是美军给的情报 而且呢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渲染中国威胁润 他说过往我们其实没有这样的能力 但最近这几次是用点名的方式来做 很明确的就是美方给了我们的资料 Wall Street Journal呢则是直接的讲 说其实啊你要知道共击这次 这几次来的所谓共击的相关的飞也 其实都不是随便飞飞而已 不是绕过中越过中线而已 而是绕着台湾飞 他们在练习的是包围台湾 是阻止美军护台 也就是所谓的反介入还有反拒止等等 好这个模式呢现在国防部他们的看法是什么 是很有可能他们现在要开始来对我们来练习 所谓的实施封锁 虽然难度很大风险很高 但这很有可能就是他们的下一步 同时他们也直指了 说对岸的辽宁舰的现在好像不太行了 秀姬斑斑 今年恐怕很难再出海 但是有一个另外一个讲法是说 其实有没有可能你看到他在维修 是因为本来就是要有固定的维修期啊 不然的话他怎么样在前线排成的时候 总是要轮替着修才能够排除故障 倒是美军动作也很多 最近呢把他们的幽灵舰队 所谓的无人舰艇挺进到了日本 很虚好感觉的是往前部署贴近中国 是不是预期有什么可能的冲突呢 因为现在除此之外 F35呢也开始你看到了在韩国 在日本这边都有相关的演练 F35呢他们现在发现 执行的任务率有点低 只有55%而已 所以呢现在有一些调查呢 他们就认为说这样要花1.3兆美元 是不是太贵了 好即便如此啦 五角大厦呢他还是持续斥资 大概是1.7兆美元的金额 持续的买F35 因为现在F35基本上如果你仔细的去看的话 已经变成了日韩这个舰队上面空军的主力 但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想知道的是这一些讯息 都是收尾国民党拿出来讲的吗 还是这一些讯息真的 就是我们必须要透过外面的这一些人 来告诉我们说原来两岸之间的状况 是这个样子 回过头请教兵哥怎么样来看 现在呢除了两岸之间之外 百姓最在意的其实就是你我他相关的 但的问题 光电的问题 治安的问题 柯文哲直接问 到底你要不要出来说句话 不要 就已经讲完了 就这么简单 就是不要 赖清德就已经 你看记者已经问他很多次 赖清德就在那边撒笑就跑了 就这样子 有啦 常会有讲话 但是在他们自己的常会里面 赖清德只会躲在民进党 自己的中常会有讲话 他不会对外讲话 他也不会对记者讲话 为什么 因为就是不要 就这么简单 因为他知道现在这些坏事虽事 他都不希望跟自己扯上边 因为只要一沾上 大家对他印象就会变差 他现在要受到一种形象 什么形象 就是那都蔡英文干 跟我没关系 前任就是了 对 都是前任的 所以他在讲他 你有没有注意到他最近提出很多 你什么这个也摆意 那个也摆意 然后他上台之后 变好到哪里去 好像他现在不是 这个政府的议员一样 你明明就是现任的副总统 你在讲什么 你有这么好的建议 你就建议蔡英文赶快去做 为什么要等你上台之后才能做 你来告诉我蔡英文 不理你 无能 是这样的意思吗 还是蔡英文做的都是错了 你做才对 所以赖清德是故意在切割的 他要把现在所有的坏事 全部留给蔡英文 都跟他没关系 就是这样 但是问题是 就是台湾人民能接受 但是目前看起来 台湾有将近四成的人 好像接受 所以这就是台湾自己的悲哀 你能怨谁 台湾就有将近四成的人 愿意接受这样的儿戏的做法 可是民进党最近 开始供侯友宜 其实这是好事 他如果都不供侯友宜 那侯友宜就完蛋了 就表示人家根本理都不想理你 那你就毁了 你有注意到 民进党最近有在供郭台名吗 没有吧 所以你就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所以被攻击是好事 可是我要提醒一下民进党 尤其是志豪兄 志豪兄我认识很多年了 张志豪最近每一次发言 每一次都被人家打脸 你最近我知道你有点发福 可是不要发福得像猪头一样 就不好看 那我觉得他去每一次只要 自由时报一报道 张志豪就把他拿来 就去攻击后遗 可是你拜托先查证一下好不好 你先去了解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事情连Michael Cunningham 他自己本身是当事人 他自己都跑出来讲说 我根本没这样说过 然后你们还要继续扯 扯这干嘛呢 所以我觉得真的很没意思 我也不相信侯友宜会自己讲说 台湾是这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 没有人会这样讲 所以你稍微听到这个话的 基本逻辑 你就知道侯友宜不可能会讲这种话 那你还硬要上车 这个车实在上得很好笑 至于说两岸之间 民进党一直强调对等真言 然后绝对中方的 绝对不会驱从中方片面的主张 那请问一下 马英九 有马熙慧 请问一下有驱从中方片面的主张吗 没有 大家都亲眼看到 对等 不是吗 你是台湾 我是台湾 他是大陆 没有 那有什么不对等 那为什么马英九做得到 马英九甚至可以跑到大陆 去喊中华民国 可是你民进党完全做不到 结果一下发生什么事 那为什么马英九做到的事情 到你就被人做不到 所以显然是你有问题 所以民进党都不反省自己的问题 然后只会把问题全部丢给大陆 就一定要了之 反正现在所有的坏事 连最近淡的事情 都有人开始扯 是中国大陆的事 你知道 真的 就那些杜一警这些人 又说中国大陆在认知作战 就是这样子 这也可以认知作战 所以我就觉得很好笑 还不是从中国大陆进口的 但是是中国大陆在认知作战 巴西进口战 我跟你讲 你没注意到他们之前 一直会声会影 从巴西进口 为什么要给厂商8%手续费 不能讲 因为有人从中作梗 什么意思 就是在讲大陆在从中作梗 那都是这样子 什么东西都可以扯到大陆 你有完没完 我跟你讲 到时候你家狗 生不出小狗来 也是大陆的事 我看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去扯这些东西 都是没意义的 但是中美之间的竞争 当然是非常剧烈 那从各个方面 在不断的斗争 军事也好 经济也好 那可是呢 美国虽然在那边讲说 你要去封锁台湾整个很困难 可是美国在做什么 你有没有注意到 你这边也提到 美国好像把无人机前进部署 是 无人机前进部署是什么意思 因为他有人机往后部署 就是这样的意思 你以为他进 他退呢 他其实是退 他其实把他最重要的防卫武装 已经撤到关岛去了 然后他把无人机部队摆钱 表示什么 表示越来越危险 表示这边可能会造成人员的伤亡 这么明显的态势 大家还看不出来吗 所以台湾当然不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 可是台湾真的越来越危险 好 其实我们看到最近的这些新闻 我们要请教杨老师了 因为你看秋国阵 我们的国防部长直接讲了 说不要太超过 不然会一发不可羞耻 当然态度有摆出来 可是现在对岸他们其实也在讲 真的都是你们自己的吗 还是其实美军这边跟你们 开始互动有无 有开始有情报 甚至他们直接质疑 就是美国人在渲染中国威胁论 您怎么看 谁最早说 而且做了一个很大的封面 在他的报道当中 说台湾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 英国的经济学人 这个是西方媒体的重量级的媒体 他在一年前的时候 那就是一个雷达 一个台湾地图 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 西方媒体在这个之前 已经不断的这么说 下一个乌克兰就是台湾 那这些议员 美国的议员你看 陆陆续续来多少次 也都认为台湾是最危险的地方 反而是智库学者 比较有点保留 有点比较理性 第二个是智库大概知道 美国的军工产业发现到 在台海区域的这些军火 卖不到大量 所以他也并不是 特别关注这一块 因为他现在关注的是乌克兰战争 所以是全世界都在这么讲 但事实上 台湾是不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 目前大家当然都感受不到了 可能认为接下来在乌克兰之后 可能会成为中美对抗之下的 一个代理战争 那就是台海的这个区域 尤其是你知我知 我们台湾人最了解 如果这一次总统大选 赖清德当选 你觉得台湾会不会很快的成为 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 你有答案 对不对 所以民进党要做这种 所谓的恐怖贩卖 他其实一直都在做 但是当侯友宜被人家误解 作假新闻的时候 他马上就指了 他说你是战争恐吓 那对不起 你就是和平欺骗 你要欺骗大家说 在蔡英文治理之下 两岸完全无事 那对不起 邱光正在讲什么话 对不对 主持人刚才不断提醒我们的 是不是 然后华尔街日报说 其实共军落台就是在包围台湾 就在阻止美军护台 就是在做反介入 以及所谓的反区域句子 完全讲对 而且这已经做了很久了 从4月份的就是佩洛西来台 你看的那个六块的区域 不是包围台湾吗 8月份当麦卡锡跟蔡英文见面的时候 你看了他们相关的这些作为 不这也是如此吗 现在因为接近选举了 接近选举之后 昨天张志军说了 支持研究 中国大陆的商务部研究 终止ECFA 各位 他就在做最坏的打算了 两岸之间 是不是越来越紧张 这绝对很清楚的 可是民进党居然还拿这个 来去攻击侯友宜 侯友宜在美国大受欢迎 觉得他是稳定的力量 而且要用静和平的努力 来维持 来化解两岸的兵凶战危 蔡英文造成的 是不是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 我觉得大家一定要了解 都不要讲那些什么 鸡蛋 口罩 疫苗 贪腐政党 然后赖清德 郑文燦 不断切割 各位 你越来越清楚 你越来越明白 你觉得我们台湾 应该要怎么办 也要请教的是 栗正杰将军 原因是因为军事专业 您怎么样来看 包括了 大家开始在看 对岸的实力如何 美军这边直接讲 说他们要封锁 其实可能还是有难度很大 毕竟他们辽宁舰秀机斑斑 现在你没看到 都已经直接回去 造船场这边来大修了 但是大家有不同的看法 甚至在飞机的部分 美国政府这边 也对F35战机 它执行率的报告 开始产生一些疑问 你怎么看 我先讲辽宁舰这段新闻 我不知道从哪来的 但是很明显就是假新闻 然后是认知作战 辽宁舰 大家不要把他当 包括这个新闻 你也用点脑筋 他5月份才在西太平洋 从宫古海峡 穿到西太平洋去演习 然后现在回到大连港去做整修 我们知道航空母舰 不管所有军舰 其实三年一小修 五年一大修 这是很正常的 美国你要跟美国做个比较 美国11艘航空母舰 现在有9艘在做维修 真的部署在外只有2艘 其中我举例 其中一艘好了 他本来已经应该预计 维修5年 2017年就入场 就是华盛顿号 他维修完以后 预定本来要接替雷根号的任务 让雷根号回去维修 但到现在已经那么久了 就华盛顿号 目前还爬窝在窝里面 还继续在维修 所以说一个军舰维修 不是那么简单 反而你报这个新闻 凸显出 中共他的航母的这种 后勤的能量是很大 因为现在来讲 很明眼看出来 辽宁号在哪里 他在大连造船厂 然后福建号在哪里 在江南造船厂 也就是说中共现在 最起码证明 他有两个造船厂 可以同时制造 或者是维修航空母船 这对美军来讲威胁是很大的 第二个我要讲一下 这个有关于F-35 其实美军当初射击这种飞机 问题就很大 他有分ABC-3型 从空军陆战队海军都使用 目前来讲的话 美军自己是475架这种战机 可是他到目前为止 他前两天说有一架飞机 自己将施飞 请飞行好几个东西 飞行员弹调出来 飞机找不到 还请全国协修 那是第二次 第一次是2018年 他飞机就已经摔过一次 所以他发现他里面那种 自动驾驶 电脑有问题 软体有问题 他现在在更新 但在更新的过程之中 其实他发现问题还是很大 所以他的维修率还是很低 这很明显一件事情就是 他这个飞机已经要交货给比利时的 他要交付给他的是第二代 这个电脑系统的 但是比利时不要 他说我要最新的 所以这两架飞机 就没有交给比利时 因为他当初跟人家签约 是签第三代新型的电脑软体 他现在电脑软体还没有维修出来 就发生前两天 上个礼拜那一架江湿飞行员 全国协巡那架飞机的问题 这个飞机他现在有什么问题 其实大家不要认为说 美军飞机就有多厉害 你知道他居然有一次 他被苏联的图160的轰炸机细耍 为什么 因为所有轰炸机飞得比他还快 他大概就是一般巡航速度 只有亚音速的速度 所以他被轰炸机细耍 他飞得没有他快 被他耍一阵 所以说美军来讲的话 这个到目前他的维修费用 已经超过300亿美元了 所以我觉得说美军来讲 这方面不管是辽宁舰到F35 其实他们自己本身的问题很大 还有很多的更新需要解决 其实现在美中双方军力的部分 他们彼此都非常关心 对方的发展 为什么 因为美中目前就是世界上 两大强权 彼此都要关心 不管是在军事领域 经济的领域 甚至是科技的领域 大家没有一样想当输家 等等会来继续说 好 欢迎您回到 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 我是钱子 介绍这一个小时的来宾 首先是资深媒体人董志森 大家好 以及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 钱子好 大家好 另外是海军新相见 前舰长吕李施 大家好 观众朋友 我们赶快来关心 今天在立法院 我们可以看到在野党的炮火 也蛮猛烈的 他们在质询 我们的新政院院长 为了什么事情 为了当然是鸡蛋的风暴 而陈吉仲 他离开了 他哭哭了 他流泪了 观众朋友 您的反应又是什么呢 我们先来看看下午的 持续质询在立法院 赖湘林 他是民众党的 他直询这个院长说 我们国内的食安危机 你到底管不管 超私这家公司大有问题啊 50万的资本额 进口5.6亿的蛋 出事情了 不用负责吗 那我们看到 那我们看到陈建仁部长是讲说 超私这家公司 有啦 他有公司的存款证明啦 他有6千多万啦 3900万本票 有财力 赖世保 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炮火猛烈 我们来看看他的质询 隆一部分为什么放心 没有制造日期的蛋 为什么可以给他进来 我跟委员报告 我们所有的每一批的入关以后 会经... 没有制造日期 但是没有制造日期 大概有10个项目 我现在因为莫名其妙 院长食安办公室监督部州啊 监督部州 政府难道都没有责任吗 让我们老百姓的这个健康 可能受损 政府一句话都不说吗 我们先来看看 包括有一些这个 在网路上面的一些意见领袖 或者是网红 其实对这件事情的反应蛮大的 我们来看看 馆长他在直播的时候 说出了部分人的行声 我们来听听看 好 陈其仲前部长可能是 我们的内阁官员里头 在中华民国的内阁官员里头 感情最多的 感情最丰沛的 因为他已经哭了不止一次 有人为他心疼 有人会说 你哭什么 我们都没哭啊 陈其仲的负面声量再创新高 一人毁一党吗 一人毁全党吗 他辞职之后 止血有没有用 我们先来看看 农业部跟陈其仲部长 前部长 他的网路负面声量 20天 已经累积了29.7万则 负面的报道跟声量 而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民调 也是一样 出现了五成七的国人 不满意陈其仲处理鸡蛋的表现 农民南部都不停 而不分政党不分年龄 也认为他表现的太差了 现在看起来是一失三命吗 陈其仲才刚刚下台 包括林聪贤也辞职了 可是现在农业部证实 他要开砸一名官员 这个人叫张经纬 他是畜牧司司长 他要被调到特申中心 因为他是负责这个专案的 鸡蛋进口的这个案子 那另外我们看看陈其仲 请辞这个风波平息了吗 赖世宝说你这个是教唆杀人 没有罪吗 这个有没有可能触犯刑法呀 因为你叫厂商背负 不实标示的法律责任 现在看起来都是厂商要被罚 厂商要被究责 那农业部跟续产会该当何罪 你法律上杀人有罪 教唆杀人难道没有罪吗 我们来看看包括内忧外患 我们内部实不安全 实不安心 那外部呢 中共给的压力很大 我们大家也很紧张 我们来看看邱国正 我们的国防部部长今天讲了 他说最近敌情蛮异常的 那国军的动态第一次提到有监控对岸 中国大陆福建的大城湾 我们看到国防部昨天公布了空军征照 共军的运巴反潜机照片 里头很罕见的他点名监控 共军的地面援火火箭军 还有福建大城湾附近的地面部队动态 今天早上邱国正部长在立法院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还说啊 最近敌情蛮异常的 研判共军九月做联合军演 包含陆海空两棲陆航等等 不过邱部长说都在掌握中 这是我们看到的外患的部分 而另外呢中国大物当然他在宣布 这个很多的这个演习啊 包括福建外海时代演习 最近也要出现了 我们记得8月才刚刚军演完 你9月又来啊 而台湾2023年的国防报告书里头也写了 中国的航母福建舰已经变成了焦点 如果跟2021年的报告书来比较看看 这中间有关中国军力威胁台湾的讨论篇幅 已经增加了两倍 可见这个威胁是越来越激烈了 而中国海军计划在2025年 服役的第三艘航空母舰福建舰 也是我们台海防务的聚焦点 包括我们看到了这个第三艘的这个福建舰即将海事 那老共啊 现在除了硬体之外 他软体也要upgrade 你看到他找谁 硕士生耶 来开舰载机 这个是我们看到的军事上面的讨论 路透社的报导就说 现在中共解放军 急需提高人力素质 因为过去高中生就可以来 过去 那现在呢 看到去年第一次 他提高这个学历 到24岁以下的大学毕业生 那今年更提高到26岁以下的 理工科的硕士毕业生 所以对岸 要把值跟量都提升起来 那是要来开这个舰载机吗 那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 中国实现军队现代化 目标是2035年 那要为他日益扩大的航空母舰的载机 队预作准备 而美国的动作是什么 据说美国正重启秘密水下间谍计划 要来对抗中国 我们来看看美中对峙 台湾呢 来我们来请教董哥 其实你可以看到陈吉仲的 他这个风波其实还没有了 今天行政院长去报告 其实也没有办法解决国人的疑惑 你只要看今天几个新闻 教育部长出来讲 说我们的学校 不会让学生吃这些混合蛋 那这表示什么 表示我对政府不信任 我是教育部 对不对 那国防部长也出来讲 我们金庄从来没有吃过混合蛋 他也在打脸政府 就是我们部队 来我们这边当兵吃的 都是干干净净的 表示你政府提供的东西是不干净的 对不对 所以由这些面向来看的话 其实 有57%的人对于 陈吉仲这么反感 是其来有致的 那你看这一波 其实你如果把最近的一些 构成你把它整理出来的话 会发现这个政府 其实让人家不敢公围在哪里 他们把一些蛋的 冷藏期 健康的时间 安全期 都把它延长 那这个延长其实是不可思议的 而且替他开脱 包括说因为他有包膜 这些都让人家 对政府的信任打了很大折扣 然后第二个他发现 这些东西好像过期了 那怎么办 快过期了 赶快把它跟台湾的蛋混合在一块 所以第一个是延长 第二个是混合 那混合以后他还去指示 你们要把它标明是台湾本土的蛋 那这个就是洗产地了 把它混合 那混合以后他就会到高饼业 到小吃店 到很多夜市 那这个其实对很多人来讲 就不健康了 所以你看到他这些方方面面 那到底是为什么 你是要图例某些人嘛 对不对 所以看到了没有把国人的健康 安全把它放在心上 而且意义在掩护 那陈吉仲知不知道这个过程 知道嘛 你当部长的时候 你们在主导这些 包括如何去收谎 去研网 去让这些人进来 那这进来 你看到张经纬讲的就很清楚 国内缺乳蛋 并没有他们进口 那个数量那么多 你们进口 这进口的大概有十几倍 两三百颗蛋 然后到最后 哇 变成进来的是这么多 那进来这么多 发现已经来不及了 而且最重要是 你进来的时间 日期都一样 这个 我们鸡蛋有两句俗话 一句话就说 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 你怎么会同一个日期呢 日期一个进来的话 他时间就没有办法去 调配他的长短嘛 对不对 那你今天看到这样 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的时候 然后我们又想起鸡蛋 另外一个俗话 就鸡蛋再密也有放 你今天这些放出来的话 国人对你怎么信任 所以别以为成绩中辞了以后 有人负责下台了 没有 不是这样 因为你是整个结构 大家都在包庇 结果现在这些蛋是不是还在流窜 那大家会不会再吃到不好的蛋 这就是政府该面对 该拿出来解决的嘛 是 没有错 来 我们请教永明兄 陈建仁行政院长 今年的1月31号就任行政院长 这个蛋的问题 专案进口是从3月到7月 行政院说进口了1亿4千颗蛋 对 1.4亿 1.4亿 各位知道行政院有一个叫做食安汇报吗 是 我自己都参加过很多次 行政院的一个平台 它针对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有好多层面 要顾及到 不只是卫生安全 价格稳定 所以行政院还有一个就是叫做 价格稳定的小组 稽查小组 他都会要定期的报告到食安汇报 我们从行政院长陈建仁 他1月上来2月开始执政 然后3月开始进口蛋 这完完全全是陈建仁在 食安汇报里面做的决策 现在我觉得陈吉仲 我觉得不理他了 那个人不值得再去讲 要回到学校教书了 他应该要负他的政治责任 跟法律责任 是 我觉得这个一定要去追究 为什么那一家公司50万 可以进5亿 绝对不合常理 但是现在就这个事情 我觉得陈建仁你卖照 对不对 时间点完全是你做的决策 然后你应该监督 你也没有真的在监督 3月到7月1.41颗蛋 中间农委会 续产公司他们怎么样做的事情 当这个事情爆发的时候 我看也吵了多久了 起码一个月了对不对 你食安汇报做什么事情 他居然今天很厚脸皮的说 我们花了6亿元 达到了60亿的效益 对 对不对 怎么算的都不知道 我知道不知道怎么算 因为他说进口之后可以平稳 国内的这个蛋价等等之类 他都在 各位他紧张了 他知道他逃不了这个责任 他做了决策 他没有监督 然后事情出了之后 他没有面对解决 最后让一个哭嘻嘻的 这个农业部长下台 然后他在标榜说 我的效益达到了60亿 我觉得这里面的喵蜜 一定要把他抓出来 不是已经成急中的事情 这一定更高层次 谁决策 谁应该监督 谁应该要面对处理 谁应该现在 要真正的负起政治责任 还有法律责任 是 我觉得 陈建仁 你真的是在能力上 不足以担任行政院长 而且我还要问 史安汇报你主持几次 如果不是院长主持 那就是副院长 听说这位副院长 蛮有影响力的 这位被台大撤销学位 还能够升官的副院长 全世界华蓝 没有这样子的这种政治的这种情况 他有没有在这里面有什么角色 我觉得他应该都要了解清楚 现在陈建仁 郑文燦 你们要出来讲 没有错 只有陈吉仲一个人 断点就到这了吗 该负的政治责任 甚至是法律责任 其实都别想逃 对 来我们请教舰长 怎么看 包括我们看到对岸的 有一些部件 而邱国正部长今天这一句话 他说最近敌情蛮异常的 又是怎么回事 国防部经常告诉我们的 都叫做运用联合情间真手段 近在掌握 非但追尖 但是真正帮大家追尖的 是新闻大白话里面的小建长 为什么这么说 可能有很多的观众说 小建长你用过的图表拿出来 我是要证明我以前就用过 有没有老师这样不好意思 处理小姐 我们这样讲 其实9月17号的时候 国防部发的这一个 那个新闻稿里面 他就提到了圆火 那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会提到圆火 圆火到底是什么 叫做远程火箭弹 那远程火箭弹 现在解放军列装的 就是这PHL03跟PHL191 PHL03它的射程 大概是70公里到130公里 基本上来讲要横跨 台湾海峡有点难 但是PHL191第一次出现 是在2019年的大陆的国庆 那它的实际上射程 如果小建长采用 那个国际 那个所估计的最低标准 500公里 500公里是什么概念 就是在大陆的沿海任何一点 发射的话台湾没有一点 台湾的每一点都是弹灼区 那为什么会有圆火这件事 其实我们看每一天的 这个台湾周边的这个海空域的 就可以看得到 为什么 因为还记得吗 大家常常在讲 彩虹寺 彩虹寺无原机飞到台湾来 奇怪了 你有BZ BZK005 你也有TP001 你为什么还飞一个彩虹寺号的无原机 事实上来讲 最近的一个航展 彩虹寺号 它的已经公布成 它有正式的解放军型号 KVD002 也就是说 它其实 KVD的这个型号 就是提供圆火的目标获得 我们可以从这个红色的框框看到 它有一个SAR 也就是我们谈到的这种 合成孔径雷达 它就可以看到地面目标 不是什么雷达 都可以看得到地面目标的 那前一代是什么 前一代是 当然就是 KVD001 在哪 黄色框框里面 所以我们这样讲 老师谢谢 我们这样讲 其实从这个飞机 我们就会看得出来 至于说 解放军是不是 现在开始招募这个 理工的硕士生 其实不只这样 我们看这是什么时候的新闻 这是2019年的新闻 他在讲说 他其实早就 解放军早就已经在清华大学 招募这个飞行班的一个学员 这个到底重要性在哪里 因为他特别要求的是理工科系的 也就是你在学校读的流体力学 你在学校读的空气动力学 对不起 你到了 加入了飞行的行列之后 你对于为什么这样操纵 就不是 我教你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 你可以理论跟实际结合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那我们台湾呢 我们台湾的标准比人家放的宽 人家的规定是 解放军的标准是165到185公分 我们是天龙跟地虎 160公分到190公分 190公分是分塞进 我们的这种战机其实是很挤的 那我们规定裸是0.6 他们规定是裸是0.8 所以代表我们的飞官更难招募 那面对现在台海这种剧烈情势 我们实在要想新方法 是 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 我是主持人翟轩 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 加入我们讨论来宾 国际事务专家赖月谦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台大哲学系校舟苑举正 翟轩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会 稍后加入我们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蓝白河是不是有一些迹象 因为柯文哲有讲说 现在我们是不是政治立场不同 就要面对到被查水表 所以2024必须要夺回 这些民主自由 因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台湾变得好像有一种白色恐怖 哪怕我们现在已经不是戒严时期 可是你只要批评政府 政策 马上红帽子扣过来就说 Oi你是中共同路人 甚至你上网发表一些想法的时候 你都要做好一些被网军攻击的心理准备 你心脏要够大科 你心脏要够强 甚至你要经得住你的家人可能通通都会被 棋底肉搜这样的一个心理压力 他说2024是台湾改变 扭曲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关键 那我们现在的确看到一些蓝白河的迹象 今天立法院的新会期 这个委员会招委的选举 民进党拿下了8席 国民党拿下7席 民众党拿下一席 过去是这个绿白河 但是现在已经转变为蓝白河 所以现在是分庭抗礼各拿8席 就是蓝白加起来8席对抗绿营的8席 那我们也看到这个前新潮流的大佬 洪其昌就讲 讲说那现在要注意 蓝白河真的来了 如果侯友宜跟柯文哲这样子配的话 那民进党2024就危险了 因为现在看起来 蓝白河的整合态势已经出现了 应该会以蓝营为主体 民进党的选情恐怕会有危机 但是也不知道这个洪其昌到底是说真说假 因为现在就是一个叠对叠的状态 搞不好他们肆无忌惮躺的选 只是故意要讲说要小心要注意 故意放一点认知作战或者是假讯息 假装很紧张 那也有可能是真的很紧张 现在真的是说不清楚猜不透 那总之蓝白河当然是这个现在在野阵营 真的希望能够整合起来 那我们来反观一下 为什么蓝白一定要合呢 就是因为现在烟消味很重 台海非常紧张 连军警都压力三大 在这个湖口营区 这个开放空军幻象2000冲场 阿帕奇的展示 有超过11万民众去到现场 大家看一下 当然展现一下可能军方的强大的活力 结果没想到原警跟军方人员 竟然有点好像压力太大了 竟然还出现了互骂互呛的情况 我们来听听 对 因为现在不论是军警 或者是这个消防人员 大家人人全民皆兵 所以每个人都是要上战场 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压力存在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现在大家在注目的就是解放军 在大城湾这边的演训 孙立芳这个国防部的发言人讲说 这个国军24号乘间 然后征获了解放军的这个基建 以及地面的部队 在东山大城湾这边 来执行相关的演训 所以我们也是提高警觉 就说好像有一些 这个很频繁的这样的一个演训出现 所以现在其实这种军事消息 非常的频繁的出现 那我们看这个吴钊燮 他也接受了法国的电视台 谈到了明日之战 他说台湾会努力备战 如果中国开战的话 将会付出代价 乌克兰人启发了台湾 那我们真的也要多启发一些 来自乌克兰的经验 为什么这么讲呢 你看现在乌克兰很希望 争取到美国新一波的 这一个240亿左右的一个军援 结果拜登跟这个泽伦斯基 在网路上面有传一张照片 就是说泽伦斯基站在旁边站着 然后拜登坐在桌上在那边签字 那拿到的是多少钱呢 3.25亿美元 人家想说这就是大国对待 乌克兰的一个态势 你要五毛给不到一块 然后现在你看到有 30名共和党参众议员 表达了反对立场 还要求白宫要解释前的流向跟用途 那去到了加拿大度到说 好啦那3年援助你155亿喔 乌克兰这场战争能不能撑3年都不知道 但是反正现在就是 就能帮助都是好事啦 那再来波兰呢 我们也知道在去年 战争刚开始的时候 波兰好像也是那种情意相挺啊 挺这一个乌克兰到底喔 但是这个友谊的小船 现在看起来说翻就翻喔 现在波兰不再均援乌克兰 两国的关系也逐渐紧张喔 甚至泽伦斯基去到波兰喔 颁奖典礼的时候 没有官员到场 所以这个战争久了 可能大家的耐心喔 或者是这个支持度喔 都逐渐在下降 会不会也变成了未来的台湾呢 就是我们台湾 必须也真的要启发一下喔 从乌克兰来得到一些启发 那现在美国自己有点自顾不暇 美军F35的战机 有73%的零附件喔 放不下只能送回原厂维修 那他们讲说 现在维修的任务日益困难喔 根据他们的国会调查报告 说美国的海军空军陆战队 只有55%的F35的战机 有能力执行任务 现在是远低于他们原本的要求 是85%到90%喔 所以现在大概只剩一半左右 那截至3月底喔 有73%的F35的战机零件 都必须得要送回原来的生产的厂商处 造成现在整个维修战机的时间拉长喔 已经累积到1万个 这个零附件需要维修了 所以他美国自己可能自己都忙不过来 那日本的媒体日经亚洲讲到说 现在在菲律宾东部 又增加了这个军事的基地 从原本的5个增加到9个 可以提供给美国来使用 联合早报讲说 这其中5个呢 是面向台湾的旅宋岛喔 然后两个是面向南沙群岛的 西部巴拉旺岛 所以现在看起来这个 非国跟美国军事联盟越走越紧密 但是呢 福建舰也有新的动态 大陆最新的福建舰 甲板上面划线这个烟囱冒烟喔 人家讲说 可能是最近要开始进行首次的海事 在这个线上拍到的这个烟囱冒烟 可能是在进行一个动力系统的测试 有三条电磁弹射的轨道施工棚 已经全部都拆除喔 所以甲板划线也正在进行 在进行当中 这个报道当中就讲说 这个航母呢 可能意味着 未来这个全球战略的格局 要出现重大的转变了 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哥 这个乌克兰喔 事实上 最新 这个 最近的美国媒体啦 就有人写了一篇文章说 台湾人担心美国会抛弃乌克兰 台湾人担心美国抛弃 对 他就写了这篇文章 那那个作者的立场是 美国一定要捍卫乌克兰到底 那不然他就说 不只是台湾 还有亚洲的一些盟友 都会被美国力挺乌克兰 就力挺盟友的程度 会开始失望或者不信任 可是这个不是你主观要不要挺乌克兰的问题 是我们叫久病无孝子 久战无盟友 这个很现实 比如说 泽伦斯伊这次去美国 他就跟麦卡锡讲 说 你可不可以让我在国会再演讲一次 因为他知道众议院对240亿美元的军援是有意见的 麦卡锡第一时间就拒绝 他不让他到国会演讲 麦卡锡跟他讲什么 他说我们很忙 说9月30号那个预算还没过 现在有12个拨款法案卡住了 那美国这个民主 不是就是民主党跟共和党 就是完全都泛政治化了 是 现在就是协商不出来 连麦卡锡试图让国防拨款法案 这只是12项拨款法案中的其中一项 叫国防拨款法案 他说可不可以简短辩论时间 连这样的一个程序调整都没过 你就知道现在是什么状况 所以我觉得美国事实上越来越多人是蛮悲观的 就说美国真的还能够无限的来挺乌克兰到底 而且乌克兰事实上 美国有一个研究战争最有名的单位叫ISW 战争研究机构 他都已经把图画出来了 他说乌克兰就是显示出他要攻破 俄罗斯长达1000多公里的那个防御众生 所做的那个三条防御防线做不到 所以你顶多就可以炸一炸 可是并没有部队往前推的能力 所以拜登前天就说那我答应你一个东西好了 这个赖老师应该会比我熟 就是美国的那个陆军战术飞弹 那个ATA CMS 大概可以设300公里 可是问题是 那个只是让乌克兰可以打到俄罗斯占领区 并不表示你的部队可以前进 而且波兰最近不是跟乌克兰也闹翻 所以以后我只给你我仓库里的武器 现代的武器我不能给你 所以人家会理解为波兰可能不给他F16 因为那个是现代武器 波兰后面还加一句话 波兰说我要为波兰而战 不能再为乌克兰而战 所以他大概自己也感受到波兰的危险 因为白亚罗斯就在你旁边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从这里看 坦白讲你说美国到底会不会支持乌克兰 他嘴巴都会说yes 可是这个要靠实际的资源 来力挺到底 我觉得目前的氛围就是 泽伦斯基这次自己一定非常有感觉 他去美国的白宫跟国会 还有美国的整个媒体 有没有认真讨论他来美国 基本上都没有 所以川普才会讲那句话 他说泽伦斯基你要去注意 美国媒体已经没有在关心你了 你要想办法拿出方案 大概是这意思 好 来 老师 我顺着正量谈乌克兰的问题 再往下走 因为吴钊燮的发言 显然是有点外行 你也可以说他的水平不够 他应该要恢复他没有当官之前的水平 为什么会这么说 首先我们看到在乌克兰的战争 一爆发的时候 那乌克兰马上爆发出一个 就是大规模的人潮往外跑 跑了大概800多万人 那乌克兰的人口数跟台湾是差不多的 一口气先跑了800多万人 这些人绝大部分是有钱人 企业家跟政客 就是很多议员 地方的首长等等 那当然我们再强调 有钱人 有能力的人 第一波先跑掉800多万人 第二个呢 乌克兰跟欧洲的大陆 包括跟波兰等 他们是有边界的 是直接可以接囊的 所以乌克兰的东西可以运得出去 而且他所需要的东西可以运进来 那因此乌克兰还维持足够的 可是台湾不是 台湾是一个海岛 那基本上来讲 如果两岸爆发冲突之后 台湾的东西运不出去 外国的东西运不来 因为港口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做运载了 一定是被攻击的一个对象 所以外国的所有的民间的船 绝对不敢进交战区 台湾的船也出不去了 这是跟我们跟乌克兰 是绝对的不一样 第三个就是在这个冲突中 乌克兰本身由于国土面积很大很大很大 台湾很小很小很小 再强调 所以乌克兰的战争区 只有在乌东这个地区 而且还不只是乌东的整片地区 还是乌东的大概二分之一左右的地区 而乌克兰本身失去的领土在第一时间 在第一个月就失去了12万平方公里多 而台湾全岛只有3万6千平方公里 因此战争对于台湾来讲是全面性的 对乌克兰是局部性的 而乌克兰在第一时间就失去了12万平方公里 而俄罗斯的武器装备军队是远远落后于中国大陆 再强调台湾才3万平方公里 俄罗斯3万6千平方公里 而乌克兰第一时间就失去了12万平方公里 台湾是全面性的战争 而乌克兰只不过是一个局部性的战争 所以麻烦吴钊燮有一点水平 你的国际政治的水平没有那么低 你是故意把自己降得这么低 只因为你当官了 好 一旦讲到当官我们就看到了 民进党目前来讲已经碰到 我们整个台湾的民众不能够接受的红线了 如果还有1450 如果还有一些年轻人支持民进党 那你们等于是完全不要自己的良心了 你们把整个良心都喂给狗吃了 为什么 因为我为什么会讲这么重 各位想想 目前来讲 你绿色恐怖是已经到了我们的底线 只要跟你意见不一样的 就像武警的打压 喂子弹 是 我觉得这个已经是底线了 如果还有1450的是 站在民进党这边来讲话的话 他们简直是没有良心了 奈兴德过去是1450的受害者 对 他成为候选人之后 他应该站在受害的人的角度 他不能够成为加害者的帮凶 我觉得赖清德要有点良心 有点血性 说你1450你停止吧 你不可以再这样做 他应该要站出来阻止1450 聚气作恶 叶老师 这个台海紧张讲的是战争 在战争的面前应该对军人很尊重 结果我们这边虎口营区 这个侦察队队长就敢辱骂军人 混蛋 然后军人回呛 公然无路 你在是准备打仗的样子吗 大家要知道 这个国家处境上困难的时候 要靠军人 军人要获得格外多的尊重 这个说明 这个吴钊燮根本就是胡扯八道 我们这边的军人根本都不受尊重 好男不当兵 好铁不打钉的观念还在里头 连一个侦察队长 然后开放营区 让你去看飞机 11万人有路 还敢大骂军人混蛋 军人还反骂 换而言之 真的都是在儿戏了 吴钊燮这种情况 根本就不了解 实际的发生 华尔街日报 里面那个Jones 里面写了一篇文章 就是我们刚刚正亮在提到的 Sat Jones 就是说是他蛮有名的 他意思是说 我告诉你 我读了这篇报道以后 我一点都不惊讶 我问大家有明白了解的人 哪一个人会相信 乌克兰会打败俄罗斯 哪一个人会相信 会相信俄罗斯 会被整个乌克兰征服 中国会跟乌克兰交界 西维利亚会变成乌克兰的 没有人这样子想了 乌克兰本身的话 基本上的话 这个乌克兰斯基 他是演戏出身的 号称戏子 肯会作秀 对不对 但是他这一次碰到的流氓 那个麦卡锡 查他的背景的话 他本身来讲 就很厉害了 就是说是讲明了 因为美国的利益是 他们是一个选举的国家 马上选举就到了 这个乌克兰的问题再不解决 所以说 就是写的这篇文章里面强调说 乌克兰答应的事情 说什么春季公事 夏季也没做到 秋季也快结束了 马上进入冬季 又不可能发动公事了 他认为乌克兰的情况 不可能拖到2024 他讲的意思就是说 这里面的征兆 所制造出来的感觉 就是昨天北约的秘书党 史多格滕贝格 他说了一句非常明显的话 他说如果俄乌之间的冲突 乌克兰战胜的话 我们北约才能够疼得出手 来对付中国了 如果乌克兰战败的话 那就不可能了 以前的话 就是布里辛斯基 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的时候 他说过 就是说美国最大的噩梦 就是俄罗斯 中国 还有伊朗三个联合在一起 那个发生的情况 现在这个噩梦已经发生了 所以我必须强调 中国实在走运了 因为原来西方国家 或是美国国家 要针对的对象是中国 不是俄罗斯 俄罗斯其实根本没有这个实力 来面对这么大的压力 但是现在乌克兰 在这个演戏的情况下 制造出的感觉 现在快到20个月了 里面所出现的一个结果 非常清楚 就是大家对于乌克兰都不看好 尤其是波兰跟他反目成仇 那个波兰那个 中文字叫杜达 杜达根本就是责任斯基 就是几乎用骂人的话 来对待他 所以我觉得责任斯基 自己要稍微注意一下 小命能不能够保得住 都是问题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廣州忙回来